中草拔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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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意思 对别人分享一些东西 觉得这个东西很好 所以你也去买 有没有这种经历 就是看小红书大众点评 确实会用大众点评美团小红书多一些 小红书频率还挺高的 一般我每天都刷很多 小红书是经常会用的 像中国一些国货的品牌像富尔加和富美 这些我也会跟我同样的敏感期的朋友去发这些推荐 你在其他品牌上可能看不到 特别是那个育儿方面的 宝宝的腐蚀啊还有玩具啊 还有他各个年龄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每次都能找到那些博主推荐的机位 然后他们分享的那个调色教程也很实用 球鞋之类的 比较潮流嘛 小红书上会推荐一些养猫的一些好用的东西 然后猫杀还有猫粮 还有一些猫的玩具 我女朋友她比较喜欢就是氛围感嘛 然后这些西西的时候 我就是也是去小红书上搜 经常搜一些就是能大家去的那种 比较氛围感的网红餐厅去打卡 最近有种草了很多辣妹风的群子 比如说这个可多美食记这个博主 然后他在弄的这是一个红烧鸡腿 然后他上面介绍了他那个食材 然后还有他的做法 我一般就看那比如说那个领带这些技法 是我们出国留学要做一个核酸检测 然后并且要开一个那个疫苗的就是英文版 学习一些滑雪的知识什么的 而且我有很多同事 他们会在小红书上发自己的穿搭教程 然后呢他们也有很多很多粉丝 所以我们店有的时候会通过小红书来引流 很多那些女生看了就觉得衣服好看 就会来店里买 感觉很多就是什么信息之前在百度上搜 现在都能在小红书上搜的 对我感觉就是他的更新频率还是蛮快的 小红书我觉得还是比较专业吧 都是一些真实的一些使用的一些情况 的话也会去浏览评论 因为评论也是大家可能用完这个东西 然后再来给反馈我觉得应该是真实的 就是一些之前出去玩的自己写的一些东西 然后可以方便 对也就方便别人看 我从别人那儿吸取了一些经验吧 然后如果说我在出去玩的时候 或者踩到雷什么的 也会分享给大家 我们也会就是有时候会分享一下自己给孩子买的 我自己更自信 就是在每一次出去玩或者是出去设定自己想分享的内容的时候 能够更有目标 然后其次就是在那个上面可以 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吧 就很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